一般我是這樣子擠啊 就直接往下壓 要怕它飛出來 這一顆表皮黑色檸檬 裡面塞的竟然是紅茶 月末歷經四次捆綁 縮縮等過程 完全去除水分後 就變成彭偉祥自創的檸檬霜乾球茶 因為皮跟茶要一起 一起壓碎 所以其實越平均越碎啦 喝起來那個味道 會比較好喝一點 花蓮縣五賀地區已種茶 咖啡以蜜香紅茶為名 在中東農民競爭下 它改變家業不只種茶 它也將銷售茶葉的店面 轉換為遊客可以坐下來喝茶 喝咖啡之外 也能品嘗它的創意 檸檬霜乾球茶 喝過的人都覺得味道特別 這個檸檬霜乾茶 它喝起來就是還滿溫和的 然後它蜜香紅茶跟檸檬的味道 是相扶相承 那它後韻的話也滿甜的 就是有那個蜜香紅茶的蜜香味道都還在 那檸檬的話它酸質很明亮 不會說很酸這樣子 帶酸又有紅茶 香味的檸檬霜乾球茶 是彭偉翔的新創意 他希望延續第四代的種茶事業外 更希望讓遊客自己動手做 拉近自己跟客戶之間的距離 品茶 品咖啡之外也能交朋友 記得跟著麻藥花林瑞穗 採訪報導